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今万事俱备 只差皇帝亲自点戏了 乾隆是个戏迷 饭可以不吃 觉可以不睡 戏是一定要看的 而且要看好戏 大臣呈上折子 折子上全是各家戏般的名录 乾隆皇帝只挑了一眼 就把折子放到一边 问 怎么没有安徽戏啊 乾隆一生看过无数的好戏 唯独对徽戏印象深刻 有一次乾隆下江南 选择在扬州停留晚闪几天 在扬州做生意的灰州盐商 向乾隆供奉了几出精彩的灰系 听挂到昆曲的乾隆皇帝 看到舞台上热闹的表演 精美的服饰 听着穿云烈食的唱腔 感觉既新鲜又惊艳 回京之后仍然念念不忘 此后 乾隆每次下江南 都会在扬州停留数日 以便能够一饱眼福 好好听一听灰系 如今 年老的乾隆皇帝 因为身体衰弱 已经很久没去江南 耳朵开始想念灰系了 看到折子上没有灰系 怎能不急呢 大臣醒过神来 赶紧回奏 微臣这就宣灰般连夜进京 为皇上祝寿演出 灰般及安徽系般 其艺人大多来自灰州一带 接到旨意后 灰般赶紧从扬州出发 连夜赶往京城 也许您觉得奇怪 这来自安徽的系般 怎么是从扬州出发呢 四大灰般进京是要靠船 扬州是九水路 九大运河进京 戏般都不可能再移地 那个时候就要跑码头 他都给他 哪儿有市场 哪儿有人请 他就到哪儿去远处 扬州这个地方经济非常发展 有钱人多 首先赶到京城的徽班是三庆班 三庆班以连演整本大戏组成 班主高朗平是扬州一带出了名的弹角 中间社会不允许女人登台唱戏 和扬州的扮相 清晰的嗓音 比色迹双绝 享誉金城巨坛 吹戏热闹的剧情 迷人的淡绝 令乾隆皇帝欲罢不能 传说 三庆班给乾隆皇帝连演述唱 从上午唱到黄昏 乾隆点什么 三庆班就唱什么 演出结束时 乾隆仍然意犹未尽 传下圣旨 让徽班留在京城继续演出 三庆班在京城受欢迎的消息传到扬州 其他徽班开始沉不住气了 他们纷纷摩拳擦掌 也准备进京唱戏 十几年间 四喜 和春 春台等徽班也陆续赶到了京城 他们和三庆班或同台献议或分开演出此起彼伏 把个京城戏台唱的是沸沸扬扬 把个偌大的北京城唱的是万人空巷 这就是传说中的四大徽班进京 那么 真实的情形又如何呢 作为第一个进京唱戏的徽班 三庆班真的给乾隆皇帝唱过戏吗 为了探究事实的真相 还是让我们去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吧 现在的这个传说四大徽班进京 不是说进京就是上宫里演了 给皇帝演 而当初实际上从康熙六十住寿的时候啊 从省武门到西志门再到长春园 这是一条线 就是全是在街面上 搭几十个台 全国各地的当时是由各个部 什么内务府啊 九门提多啊 大各种台 请西班在这唱戏 所谓四大徽班进京 1790年的时候只有三庆班 当时主要是昆义 昆腔和义仰腔 在这演出 当然还有杂耍 还有演唱 还有说书 有各种的这个节目 一路上从这个路上走 然后皇帝从长春园回来 一路马路边上都演着这些戏 并不是说要去坐那看 要的是当时那个范围 所谓徽班进京 不过是一种庆典活动 不是皇帝都看的 皇帝在宫里看的戏 是有特定内容的 清代宫廷喜爱戏曲 凡是遇到为皇帝 太后祝寿等喜庆事情 都要举行庆典演出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康熙万寿圣典图 可以让我们看到 当时庆典演出的情形 画面上从紫禁城神武门 经西寺牌楼 新街口 西之门 海淀 一直到畅春园 在皇帝经过的大街两旁 共有戏牌四十九座 在各地方戏班的争旗豆艳中 灰班以浓郁的生活气息 展露头角 受到京城百姓的热烈欢迎 乾隆的祝寿庆典结束后 原本只为祝寿而来的三庆班 临时决定继续留在京城唱戏 成为北郊 在南城八大胡同的 寒家坛一带 驻扎下来 你看咱们很多那个会馆 城里的呢 很少 基本都在老宣武区和崇文区 这叫属于南城 也算外城 城外区 这一带呢 都是不少人的下处 下等人的住的地方 为什么南城的小机场那么多呢 唱戏的 说书的 是吧 很多 耍杂耍的天桥 所以南城的文化艺术 在咱们这个北京上来 是相当丰富的 而这些那个演员呢 演艺人员呢 都静在这 此后 陆续进京的其他会班 也围绕着三庆班 在寒家坛一带住了下来 在解决了生存问题后 灰班艺人意识到 还要解决一个更重要的难题 那就是必须入乡随随 一点点去除乡吐气 于是灰班艺人首先改变了口音 把舞台上的灰腔逐渐改为了金腔 在灰细向金剧演变的过程中 戏剧鸣鸣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幅建藏于梅兰芳纪念馆的清代绘画 《鸿光十三绝》中 可以看到当时的十三位戏剧鸣鸣 前排左起第三位扮演卤肃的老生 是被称为金剧鼻祖的陈长庚 陈长庚少年时期 随父亲进京登台 以高亢陈雄大气磅礴的畅墙 倾倒了京城观众 称为继高朗亭之后三庆班的新掌门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京唱戏的行列 杨岳楼的父亲杨二喜 推着独人小车进了北京 这边是刀枪把子 这边杨岳楼坐跨着边坐着 推着小车 早上推着就进了北京 所以那时候四大回班进京 那个春台班 这四个班是大北京 演出非常受欢迎 它让它挥掉 如同涓涓细流汇入大海 越来越多挥班艺人的到来 美京剧的孕育注入了新生力量 挥班进京 也就是从1990年进京以后 拉开了一个序幕 什么序幕呢 就是在北京有那种大型的庆典活动 这种庆典活动能挣钱 而且北京的达光贵人喜欢 所以说各地的艺人 辉聚的汉聚的邦子的各方面的艺人都到北京来 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就为京剧的形成 变远了艺术 同光十三绝里 这是我们或熟悉或陌生的戏剧名 他们身材绝技 荣誉涛通多种戏曲艺术的表演课堂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 终于创造出一个独特的戏曲种类 京剧 京剧的诞生令人欣喜 然而 这个时候的京剧戏班 却被称为野班子 登不了大雅之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请您继续关注黎原春秋系列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国宝档案 官方微博微信 好 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